早期的肺癌就是E7的肺癌 那么主要包括小于三公分的EA7 还有三到四公分的EB7 和侵犯凶膜的EB7 就是这种几种类型 总的来说E7的肺癌 手术治愈率高 手术效果好 做完手术以后如何复查呢 根据各大国际组织的指南共识 还有我们国内的指南共识的 结合我自己的临床实践 我推荐以下的复查的时间和项目 早期的肺癌做完手术 一般来说我建议第一个月 做一个胸片检查 X光十几块钱 主要是看做完手术以后 胸部有没有积水 有没有积气 也就是说你术后肺康复的怎么样 主要是看这个 为什么不建议做胸部CT呢 因为一个月 做手术肺这一侧的水肿炎症 还没有消退 所以做CT呢 看上去会比较不清楚 肺还没有完全修复好 所以不建议啊 但是呢 实际上做胸片就能看出来 有没有胸水 有没有胸腔积液 有没有机器 然后到术后三个月的时候 就建议做普通的CT了 做CT了 这个时候肺已经完全修复 各方面状态都很好了 所以做一个这个CT是为了干啥的 是为了留着底板的 那为了以后复查 跟这个来做对比 所以三个月做一次胸部CT 然后以后每半年做一次小复查 一年做一次大的复查 小的复查主要是胸部CT 抽血的各种检查 血肠规 肝肾功能 肿瘤标之五 大的检查 每年要做一次 就是全身的检查 胸部CT 腹部B超 抽血的各项检查 就是这样做 每半年一次小检查 每一年一次大检查 每次检查 要跟之前的对比 那么我们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检查的目的就是 以防万一 万一做完手术 复发转移了 我们能及时发现 肿瘤病不可怕 最重要的是要早发现 所以我们前后对比这个各种CT 各种检查的结果 才能明确有没有问题 所以每次检查的目的就是 以防万一 就是要做完检查 跟之前的对比 看看有没有新增病状 原来有一些严正节节 严正调损 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变大 这样来判断 有没有复发转移 因此早期肺癌手术后 第一个月照胸边 第三个月照CT 两年之内 每半年做一次小检查 每一年做一次大检查 超过两年以后 每年做一次 常规体检 包括胸部CT的常规体积